是剛剛大家也都看到了 在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頭 我們的副指揮官莊仁祥說 他正為什麼 就是要解答這個剛剛斌哥講的 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就公布呢 那個時候他們很忙碌 他們正在與日方釐清 是否有可能有偽陽性的可能 就是說驗錯了 因為他病毒量很少可能驗錯了 可是我們再往前一天看 就是昨天傍晚5點半的這個記者會 當時陳時中是說 台灣社區感染的可能性 一直沒有排除 依照目前的狀況會列本土個案 他會列本土個案 但還有代理 其實這是昨天比較保守的說法 不過今天下午 莊仁祥同樣被問到這個問題 說這個日本女孩子 四個月都待在台灣 如果他今天確診的 他是陽性的 他會不會列入台灣的本土個案呢 莊仁祥是怎麼回答的 來聽聽看 依照國際慣例 就是說像日方 他可能會列這一例是 從台灣過去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我們也會 我們大概也沒有辦法說他 不是 就是說無法排除他不是在台灣的一個感染 所以我們不會去排除啦 只是說因為根據國際慣例的部分 我們大概這邊就不會列一個暗號 就是不會兩邊都因為我們也沒有驗到 但是他在日本已經已經放進去了 所以我們不會放到增加我們國內的一個案例 所以等於他這個案是列在日本的境外移入 台灣是不會把它列在本土 所以也不至於到就是解釋說這個七十幾天沒有本土案例 這個case被打破是這樣意思 本身這個部分就讓大家自己自由新鎮 那我們也會針對這個案例來去做 詳細的一個疫調啦 那他的命天接觸者我們也在很快速的去做採檢 那希望可以釐清他的感染源 賓哥 剛剛莊仁祥講說這個自由新鎮 是不是怕 因為記者問他說 是不是怕七十三天零本土案例幻滅 被打破 所以不列在本土案例 他說自由新鎮 這什麼意思 其實莊仁祥講的是一個國際慣例 就好像我們這一陣子都是境外移入 包括今天還有一例 那這些境外移入的案例 在他的本國他會不會列為病號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是我們這邊驗出來 他們沒有驗出來 所以是算在我們這邊的境外移入 他們那邊本土就不會列 那當然這是一個國際慣例 可是問題是 其實你覺得絕大多數人會在乎 到底是73天還是75天 還是100天沒有本土感染嗎 沒有人在乎這個東西 我們是怕萬一有機會會本土感染 會社區感染 我們是怕這個 所以那個東西不是重點 重點是現在本土感染的可能性 到底多大 我覺得你要趕快釐清出來給我們 是真的只有這140個人有關係嗎 還是有其他人 因為一個人在台灣活動了四個月 尤其他是國外來的學生 國外來的學生放假 應該還滿愛出去玩的 遊山玩水幹嘛 他這段時間到底接觸過多少人 去過什麼地方 做過什麼事情 恐怕才是我們要真正去考量的東西 是 賓哥剛剛講的 這個到底接觸多少人 他的旅遊時 他的足跡在哪裡 目前他的 包括他在哪邊讀書 他在哪個城市活動 這個都沒有公布 完全沒有公布 他們只初步匡列接觸者140人 那剛剛最新的記者會 公布的是居家隔離的對象是123人 因為另外兩位同學現在是在國外 在做這個所謂的遠距教學 所以居家隔離對象都是他的同學 大概老師同學123人 那自主健康管理的對象是15人 所以我們也高度懷疑 他在台灣4個月 他沒有去玩嗎 他沒有出去買東西嗎 沒有出去吃東西嗎 這些可能4個月你要想想看 他可能接觸的人 怎麼才100多人 我們都覺得有一點點 比較難想像 疫情指揮中心的說法是說 這個女孩子的生活非常單純 這個活動範圍也非常小 但我們也只能相信他公布的 不過民眾心情 已經被有一點點被攪起來了 畢竟如果你住在南部 南部有高雄 南部有哪裡 有台南 南投這麼大的範圍 所以網路上有很多人都在擔心說 又是南部 又暫時不公布主機 連地區都不公布 這是在做什麼 那我到底要該不該防範呢 另外一個網友說 我有一個不到1歲的嬰兒 這樣下去小孩中講了怎麼辦 我到底該怎麼辦 有時候覺得時鐘的防疫 真的是太多政治考量了 還有網友說 之前外勞 大家記得嗎 由於看務工 外勞染疫了 所以就公布他的足跡 那怎麼這麼奇怪 這一次這個日本女學生 他染疫了 已經確定了 那為什麼不趕快公布他的足跡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一直以來在質疑的問題 你看過去 我們一直有雙重標準在進行 也就是有一些案例 我們公布得很詳細 公布他去過哪裡 到過哪裡 然後叫大家全部提告解決 甚至發簡訊 可是有一些就是完全不告訴你 好像是這些人有特權嗎 看起來也不像是 那到底是什麼考量 我們也不知道 那防疫中心 自有自己一套標準 就是有的可以公布 有的不能公布 但是現在我必須講 你現在不公布 其實讓大家更恐慌 為什麼 尤其是 這幾天剛好是連續假期 連續假期中南部人最多的時候 大家全部往那邊去 那你沒有公布 那哪裡能去 哪裡不能去 我也不知道 那陳宗昨天的記者會 又開得很好玩 人家問他說 那現在連續假期 你到底要怎麼辦 他說我不建議去人多的地方 那不建議去人多的地方 那我要不要出去 他就說 但是不是不能出去 還是可以出去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 這真的讓人非常困擾 我必須說防疫指揮官 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 就是防疫 其他都是次要 什麼觀光什麼那些東西 不甘你陳時中的事 所以你應該全心全意 在防疫方面去考量 如果有其他政治的東西 那個讓蘇貞昌 讓蔡英文去解決 這不是陳時中應該去考慮 我希望你們能夠 拿這個當作標準 是 我覺得阿丁部長他們現在 整個指揮中心 應該也是滿傷腦筋的 到底要公佈到哪裡 會不會妨礙大家 已經慢慢鬆懈的生活 這件事情其實是兩難 不過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為什麼第一時間他們沒有公佈 或者是沒有告訴大家 有一個日本女學生的事情 他們還在等待 等待一件事 這個女孩子有沒有可能是偽陽性 所謂偽陽性就是 我檢測出來是陽性 可是那有可能是這個測指 這個核酸檢測是失靈的 因為聽說核酸檢測失靈率滿高的 對 所以台大醫院的黃立民 這個醫師他就講了 那釐清偽陽性的說法就是在說 日本的檢驗錯誤嗎 對啊 如果你說他偽陽性就說 你們檢測錯誤嗎 可是日本政府公佈的結果 多半都是經過正式的確認 說確診 這就是正式的結果 那你現在就是在質疑日本的檢測錯誤 或者是他公佈錯誤了嗎 在台灣 已經這個女孩子在台灣 待了四個月 這顯示台灣一直都有病毒的存在 就像是北京疫情一樣 以為沒病毒了 可是社區還是陸陸續續都有在傳染 或者是說是黑數 因為沒有症狀或是症狀輕微 才是抓不出來 像這個日本女學生就是 她完全沒有症狀 如果民眾持續來鬆懈 小規模的群聚感染恐怕無法避免 我覺得黃醫師他講的真的是 應該是滿中肯的 如果說我們沒有全民檢測 那你怎麼可以完完全全 百分百斷定我們台灣的社區 沒有感染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去質疑 日方是不是有檢測錯誤 我覺得本身是很無聊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要去質疑 日方檢測錯誤的話 請問一下你的依據又是什麼 我們同樣 如果你這個時候 你要去質疑日方的話 那人家也可以質疑你 台灣方面的檢測到底是對還是錯 而且你只注意到偽陽性 你有沒有注意過偽陰性 偽陰性也是一樣 表示很多通過檢測 其實可能他身上是有病毒的 那更不要忘記 過去這幾個月來 我們已經看太多次了 一大堆第一次檢測是陰性 第二次檢測又變陽 第三次又變陰 第四次又變陽 一大堆這種人 所以這一種 我們台灣現在好處是什麼 因為我們跟世界 絕大多數的國家比起來 我們的病歷比較少 所以當病歷比較少的時候 正是我們可以用我們所有的力量 趕快去檢測 趕快去發掘 趕快去圍堵的時候 你不趁這個時候去把所有 不管他真的假的 全部當真的來做 你要等到真真假的分不清 然後案例一大堆的時候 你哪有想做都來不及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根本不要去考慮這些 而且我必須講 你一直在質疑人家偽陽性 你以為日本人 很不在乎病歷多沒關係嗎 日本跟我們一樣 他也很在乎多一個病歷 尤其日本嚴謹的個性 所以他一旦發覺這事 有可能偽陽性或是什麼時候 他一定會再去做檢測 所以真的不要去質疑日本 反而是看看我們自己 能夠做什麼 是 剛剛的最新說法是 證明日本的女學生 她雖然是陽性 可是她是 這個病毒量非常非常低 弱陽性 對 弱陽性 所以指揮中心的說法是說 她弱陽性 所以她不會傳染 那我們要抱著這樣僥倖的心理嗎 另外還要提醒各位 剛剛斌哥講了 現在是端午的廉價 你知道嗎 從昨天傍晚開始 就已經大塞車了啦 今天端午廉價的第一天 車潮真的是不斷 一大早國道大塞車 交通部長林佳龍 也在早上來到高空局視察 來聽一下林佳龍他怎麼說 所以還是要做一個聰明的用路人 掌握1968APP 還有所有的即時路況 不要在間鋒時間 在特定的路段自己要去塞 我覺得做一個聰明的用路人 能夠趨吉避凶 選擇最好的時間跟這個道路 就能夠比較順利跟快速的 到達目的地 這個籠籠 林佳龍 這句話講得很好笑 你們不要自己去塞 到底有誰會想要自己去塞 還有要趨吉避凶 這個好像是在怪我們自己 要去塞車一樣 我們出門前先用個羅盤 還是先擲筊算一下 看什麼樣的時段比較好嗎 不是 報告部長拜託 是所有時段都在塞好嗎 你知道昨天晚上 有很多人要到東部去 所以就要走雪山隧道 你知道昨天塞到幾點嗎 抱歉 沒有塞到幾點 是全部都在塞 你知道凌晨2點的時候 我還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 在報實況 現在雪碎塞了一塌糊塗 那今天早上 你知道有人早上 就大概凌晨天還沒亮就出門 他到中午都還沒有到宜蘭 沒有到宜蘭 不是沒有到花蓮 是沒有到宜蘭 所以你知道 那我可不可以 如果真的要做一個聰明人 最聰明的林佳龍部長 麻煩你告訴我 到底良辰及時 到底在什麼地方 你可不可以交通部 統一告訴我們 我們也做一個聰明 我也不想做笨蛋 可是我們真的聰明不起來 真的要拔筊 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出門 才不會塞